小心 來 一名滿臉鮮血的男學生 亦是磨骨躺在單柵上 移動也不動 大批警修人員 將他趕緊送上救護車 長根 送長根 被送往長根醫院進行救治 因為證明六年級的男學生 剛剛竟然掉入六公尺深的 漆黑洞穴中 基隆市中正區這所活小 十五號下午三點 當時這名小六男學生 在校內的戶外資源回收場 立面突然坍塌 水滴滴出現一個六公尺深的大洞 男學生根本來不及反應 當場就掉進坑洞內 抖落在泥內看樹葉堆中 動彈不得 小朋友就現在 大概六七米深的線下的洞裡面 跟小朋友物價上都沒有回應 從另外一個十幾公尺外的那個 彈洞進去 因為有地層下線的問題 所以導致門可能比較不好開 基隆最近大雨不斷 疑似樹鬥雨水大量沖刷 地機整個被偷空 回收場才會突然摊擦 寶具意外發生 發現他一大哭的聲音 趕快到我們學屋出來 我們老師就很快破門 才發現有夠 俗信事故學生立刻通報 授方趕快布警 授方對迅速感動現場 順利將男學生送醫治療 目前授方不敢大意 已經先將事故現場封鎖 避免受學生扣禁 接下來也要和警修人員 再進一步釐清整起事故的發生原因 記者朱丁蓉 趙沛宇 基隆報導